一班先賢獻上一生 建造了今天的香港社會 福音線區 蘇主榮神父在2021年10月4日 在美國安息主懷 享年92歲 蘇神父生前關心中國教會 是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 蘇主榮神父1929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 1947年在當地高中畢業後入讀聖母大學 最初立志擔任教師 但在期間感受到外方全教的召叫 於是在1948年加入馬列諾會 他1956年進度後繼續進修 1959年取得希臘文和拉丁文研究的碩士學位 此後他曾經在邁樂會的修院執教 1960年蘇神父奉派到台灣服務山區原住民 至1966年回到美國服務 往後13年在紐約從事聖照推行 全教意識培育和籌募經費的工作 蘇神父於1979年來香港服務 又與當時的湯漢神父等 合作籌立聖神研究中心 而推動中國教會的研究工作 其後他訪問過多個曾經被囚 及勞改的中國教會人士 讓海外教會認識這批教會人士堅證的信德 1988年蘇神父奉派到斥署聖雅立堂 擔任主任斯特 服務這個由多元族裔教友所組成的堂區 其間他仍然每個星期去聖神研究中心工作 參與編讚兩冊關於教廷的中國文件的從書 蘇神父在2013年卸任聖雅立堂的職務 轉到瑪麗諾神父斥署會員的團體裡生活 其間仍然協助三個堂區的牧民工作 2014年蘇神父回到美國俄去俄洲的 家鄉服務堂區 當地的教友和親朋戚友 更加在2019年為他歡慶九十大壽